啊~~ 等一下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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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Persi Sajang 大家有沒有想過全世界 對米飯最講究的國家是哪裡呢? 沒錯 這是日本 科技日新月異 不管料理的工具 再多再昂貴 對日本人來說 最重要的還是做米飯的工具 那以前還可以出國的時候 大家除了買藥裝 也就是馬桶 還一定要買日本製的電子鍋 平時平火的要扛回台灣對不對 日本的電子鍋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大家應該也很好奇吧? 日本人對於米飯的尊敬 應該是全人類之隊吧? 在日本拉麵會配著飯吃 都會有 可以點 像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有 然後餃子 也會配著飯吃 像是 那甚至牛排也會配飯吃 像是 這樣子的 雙主食概念 對於台灣人來說 一定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對吧? 但是 對於日本人來說 米飯就是一個 這麼重要的存在 口感 秘密分明 口感出彈 對日本人來說是基本的要求 所以 日本人大多數 家中都會使用 IH電子鍋 其次才會要求 米德 品種跟等級 但是在台灣的話 可能要比較講究的餐廳 才會吃得到 但來到台灣之後 我實在是太喜歡念日本的米飯了 所以我這次決定選一台 在台灣就可以知道 日本米飯口感的 IH電子鍋 我這次挑選了一台 在台灣連續三年米西雲 一新推薦 而且在日本連續九年穩 做銷售第一的 Panasonic IH電子鍋 Yeah Panasonic Panasonic身為IH電子鍋的發明者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是很厲害的地位 舉凡高階家店都有 Panasonic的一型資金 個別說是 家家戶戶都要有的 電子鍋 那這次就換了 Panasonic的最新款 日本製IH電子鍋 你看這個外型 超級時尚俐落對不對 因為一般就會想說 欸是不是這麼圓圓的 這個是完全平坦的喔 看起來很漂亮 它放在家中完全不破壞裝潢 而且看起來很時尚高雅 很賞心悅目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沒辦法到日本玩 那我也很想念日本的丼飯 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面 看厲害的人分享食服 希望在家裡也可以吃到 一樣好吃的日本料理 最近有一道在日本SNN上面 被推爆的料理 就是這一個 生蝦丼飯 今晚我想來點生蝦丼飯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實現這一碗 被日本推爆的生蝦丼飯 真的 這一道料理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 越是簡單 就是越不容易 丼飯最重要的就是飯 好吃的飯 配上新鮮的蝦 蛋黃 才可以完成一碗很好吃的丼飯 那我們要先來處理今天最重要的主角 那首先當然就是買洗米啦 洗米使用 Panasonic IH電子鍋 可以直接放在內鍋洗唷 因為一般的內鍋 不太建議在內鍋洗米 以防刮傷對不對 但Panasonic的這款採用 鑽石塗層內鍋 聽起來就很厲害 那它呢 硬度高又耐用 加上保熱性強 可以完整封存大火力 讓熱力通透可直達米星 看到內裡亮晶晶的就知道它的厲害囉 而且這台IH電子鍋 它的功能超多的 不只可以煮飯喔 它還有五段的IH火力 那大家知道IH是什麼意思嗎 IH是英文的Induction Heater 中文解釋為誘導式加熱技術 這台Panasonic隔電子鍋的五段IH 就是從上蓋側邊還有底部 總共有五個IH線圈包覆內鍋耶 那它可以讓內鍋發熱 用超強的火力 讓米液全方位均勻熟人 而且它還有獨家的循環可變壓力喔 讓這個米飯變得經營飽滿 好好吃 透過五次的循環加壓和減壓 可以讓米飯的甜味更釋放出來 那我個人是偏好香Q偏硬的口感 跟今天要做的生蝦豆飯一定很搭 你看這個面板能夠顯示的功能好多喔 能夠從這個面板 掌握IH電子鍋的各項功能 那我今天要是對這個香Q感 好就煮飯囉 哇你看而且烹煮的時間也都可以在這邊看到耶 好方便喔 欸你看這台功能真的很多很厲害 竟然有24種的烹煮形成耶 我該按哪一個鍵啊 我今天想要吃Q彈香甜的口感 你會不會在外南這台IH電子鍋 不是我是在外南今天 趕快去看桌米蘇 因為它連續三年有米其林一星主廚推薦耶 感覺在家裡就可以吃到米其林等級的飯 現在人對於健康也更講究了 很多人改是什麼糙米啊五穀米之類的 比較難煮可是又更營養的米飯 那這台IH電子鍋也可以喔 米飯的口感根據你搭配的食材決定 如果你想要吃壽司的話可以選擇硬Q 如果是單吃飯配菜的話可以選擇軟Q 那你想要吃西飯也可以喔 反正總共有24項形成 你總會找到你想要的 將這個是我們今天用的食材 看是不是超少真的超簡單 蛋啊蝦子啊跟抹的蒜泥 等一下會做一個特製的醬料 當然我們還有最重要的我們的米飯 好那接下來就要來切蝦子囉 大概切成1.5公分的大小 好那剩下就是冷袋了 等20分鐘就可以囉 是不是超點的放一放冷袋就好了 好20分鐘的 好忘了煮好了打開囉 好香喔 你看這個飯手也是黑色的抽水清 那我覺得要來補充一口 開動吧 好香喔 這個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啊 真的是不太習慣一些地方的米飯 有些地方會黏黏絲絲絲的 但我這次用的 剛日本同步飯售的 潘索尼格的IH店主廚 煮出來的飯 真的讓我覺得好像在日本一樣喔 吃起來的口感真的是 香甜又Q彈的耶 嗯 好盛飯 喔冒好多白煙看起來好吃喔 哇哇哇 熱騰騰的白米飯來囉 香酒白米飯 好那我就要來把蝦子弄上去了 哇 最後的畫龍點睛 就是醬子的精華蛋液 那我們就交給我們的配菜來打蛋好了 好來交給你吃吃看 加油 啊 好啦因為你一隻手拿相機可能不好那個 但是呢我們加蛋就只有剩最後一點了 拜託你一定會成功 好為了避免失敗我來打一下 那我最後的技巧就是 其實要打在平坦的地方 這樣子 這樣子 是比較不會失敗的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欸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子 欸我跟你說我平常打這個沒有失敗過 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先來去買一顆蛋 好 買回來了 對還是 好這個是要打平坦的地方 剛剛 剛剛 有點就是這樣子 好沒有關係我就這樣子 蛋白放出去 好我要放上我的蛋黃囉 嗚 哇超完美 天哪 超級虛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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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真的超好吃 我已經被九口睡了 開動 開動 有點不知道從何下手欸 嗯 超好吃的 天哪 我覺得米飯很厲害的是 它是粒粒分明的 可是它不會硬 然後又有Q度 而且啊 我剛剛不是有淋一些醬汁嗎 它的這個醬汁啊 完全不影響它的這個口感欸 因為一般淋上去 不是會有點濕濕或軟爛嗎 但是它像是裹著一個糖衣一樣的感覺 包覆那個味道 可是它口感還是依舊完美 真的很搭欸 然後還有這個啊 真的不得不說 真的是大成功 超級好吃的 欸這個在外面 一碗 是不是可以賣800塊的蛋 對不對 很好吃 超好吃 難怪是日本破萬戰的這個食譜 那我現在要來破蛋汁囉 哇 哇 好罪惡喔 蛋汁瀑布 好我趕快吃 嗯 天哪 這個不行 天哪 我一開始在泡這個酒的時候想說 會不會酒味太重 因為加了蛋的關係啊 它會變得比較柔和 剩下的關係 這個吃起來真的是QQ的 然後脆脆的 如果你特別喜歡脆脆口感的話 你不忘下的時候 就可以先冰鎮一下 會更脆喔 那這次感謝Panasonic 提供我們跟日本同步的 最新IH電子博 讓我一直朝思暮想 想要還原的日本超人氣SNS的 質譜神還原 今天真的辦到了 那很多人說 因為以前的關係不能去日本玩 都吃不到日本的美食 但是你有這一台 你隨時都可以在家裡開日本食堂了 大家真的可以看我們的食譜做做看喔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 留言分享喔 那有什麼其他的食譜啊 或者是想要告訴我們的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其他的任何影片也歡迎看看 記得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